欢迎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在台南永康 发生惊悚的车祸 机车一次是因为超车 而不小心自摔 结果骑士就刚好滚进了旁边 大型吊车的车底 头部遭到车轮碾过身亡 而在关田的小杨明山 则是有80岁的老翁要停车时 一不小心撞飞6名老人家之后 一直太紧张 用物踩油门爆冲撞上四辆车 上班时间气机车高速狂冲 前方一台机车减速 但后面机车疑似杀不住 雷残摔车喷出火花 骑士趴地滑行 滚进一旁大型吊车 车底当场被碾毙 附近民众听到巨大声响 看到地上都是血吓坏了 死亡车祸发生在台南善化 南科附近道路 尽管骑士有戴安全帽 但还是完全挡不住 大型吊车肇事讨逸 警方调阅监视器到工地 逮捕驾驶 是重机车歧视 为保持安全距离 不胜自摔 吊车驾驶涉嫌照倒汗过车致死罪 台南关田小阳明山 则是发生暴冲连环状 老阿嬤头不血流 全身痰软 总共六名长辈东倒戏外老地哀嚎 他们都被同一辆车撞倒 最后撞到路数停下 车头凹了一个大洞 开车的是一名八十岁老翁 上坡又转进停车场 疑似视线死角 先撞到左边六名长者 老翁疑似太紧张 物踩油门 又往右暴冲 连撞四辆车 最后一头撞上路数 连环撞倒六个人四辆车 一次紧张物踩油门 八十岁老翁又撞倒六位老人家 也提醒汽车在大型车旁 要是没保持安全距离 也不小心甩定车底 后果很严重 記者赖官张王舒宏 台南报道 台南一名律师十九号 他开车时被女警给拦下 说他闯红灯要开罚单 律师当场拒绝签收 说请女警邮寄举罚单 但女警却呼叫支援 结果总共有六名员警 牵后将他给包围 让律师指控根本执法过当 到底民众违规被开罚 能不能够拒签呢 我们带你一块来看 驾驶停等红灯 一名女警骑车窜出来 敲敲车窗 后边停车一下 上一个路口闯红灯 女警拦车说驾驶闯红灯要开罚 驾驶拒签罚单 女员警却叫警力支援 五名男员警到场 驾驶指控被六人包围 人家在哪里包围什么意思 没有啦 没有人被你包围 你的车在那里 对吧 我都拿起来 没问题 是你的权利啊 零行驾驶是一名职业 超过三十年的律师 疑似闯红灯被拦查 当下认为自己有权力拒签罚单 没想到女警呼叫支援 六名警察包围他 指控警方执法过当 警察开罚单可以拒签吗 根据相关规定 民众有权利拒签 但警方还是得把通知联 交付对方 拒签又拒收 就会把罚单邮寄给当事人 依照规定 没有说不可以啦 拒收也没有说不可以 其他律师建议 如果违规事实明确 当下签收 避免延伸妨碍公务等纷争 或是签收后再去申诉 才不会把小小违规问题 变成大事件 绝来关张台南报道 台北市市林 有驾驶在路口左转 但有一名骑士是执行标速 而来猛力撞上 瞬间喷飞出去 重摔多处骨折 而国道一号则是有拖板货车 半路喷出了两片木板 后方驾驶紧急减速 是惊险闪躲 差一点点就被砸中 引赛轿车开到路口 才刚起步着转 没想到 机车高速冲撞上去 骑士瞬间腾红喷飞 车壳零件天女散花掉满地 目击民众全吓坏 说话在台北市林后港街 轿车驾驶疑似视线死角 加上机车速度也很快 两车撞击后还波及等红灯车辆 骑士多出骨折紧急送医 而在新北中河区女骑士鬼切左转 后方机车闪避不及 双方擦撞后失去平衡 人车惨衰倒地 手脚擦错伤 事后两人自行和解 只是违规容易撞 车速太快更危险 国道五阳高架上 驾驶狂踩油门加速往前冲 后方跑车飙速紧追 没想到前方车辆减速 驾驶赶紧刹车 下一秒 跑车急刹失控 猛力自撞护栏 扬起大量烟尘 又弹飞外侧山壁 消失在画面中 以此两车尽速引发事故 但国道警方货包到场 并没有发现肇事车辆 另外在国道一号 二十三公里处远山路段 眼前一幕让人傻眼 两块木板犹如血滴子 从驼车上往后喷飞 驾驶紧急减速 左闪再右闪 下出一身冷汗 要是砸中挡风剥离 后果不堪设想 被来横货出不及防 幸好驾驶反应迅速 逃过一劫 但也饱受惊吓 马路上出现这样的画面 在早上七点多 台北市一辆公车停在中校东路六段上 司机疑似时害民众爆发了行车纠纷 两个人在大街上开始拉扯 画面简直看起来像在跳恰恰 还有台中的阿伯一次是不满公车 过站不停 他竟然把站牌上整张贴纸 给撕了下来 什么状况 乘客还坐在车内 公车司机竟然在马路上 跟男子拉拉扯扯 看起来是在吵架 但话风一变 两个人手拉着手 一前一后 难分难舍 不说还以为在跳双人物 网友搞笑配乐 地点在台北市中校东路六段 公车司机不明原因跟民众爆发口角 画面曝光引发热烈讨论 与众手牵手大叔也是懂爱的 看起来感情正好 真浪漫 但事发在上班时间 司机直接把公车停在马路上 乘客都快气炸了 离谱画面还有台中 劳汪使出洪荒之力 啪的医生把公车站牌贴纸 整片撕下来 让附近民众看傻眼 意思因为太晚挥手 公车司机没有停下来载他 就破坏公布 突叙行为害得一般民众 连公车站牌也没得看 警方开始找人 交通局也强力谴责 以及请相关单位 研拟法律行动 记者春风日云杰台中报导 早上花莲地区突然传来了两声巨大的轰鸣 声响吓坏当地人 有民众以为是发生地震吗 有人以为是打雷 还有人问说难道打过来了吗 不过空军表示应该是有战机出场 在中央山脉附近测试 才发出如此大的声响 屋外看似平静 不过几秒后却是 巨大的声音连旅门窗也在震荡 传出了轰然声响 民众坐在客厅包饺子 也被爆炸声吓到 窗外传出好大量声碰碰 女子立马停下手边工作 转头往外 愣了许久 在房间就好像有什么震动一下这样 猫咪享受的坐在窝里突然 猫咪被吓到急跳下椅子 两只猫咪疯狂头窜 四处张望完全诠释了 我是谁我在哪的疑惑感 这声响也吓坏了不少民众 就像蹦 好像在打雷的那个医生 不然吓到一下 还是说那是什么气暴吗 但我就是想要心里想要 会不会是什么打过来 花蓮市区二十七日上午 传出了不明的量声轰隆巨响 在地区社群引起了不少讨论 据了解当时空军花莲基地 正有一架F16战机起降 期间也有民众怀疑 可能是在进行超音速飞行项目 不过空军初不调查 因为嘉义基地F16战机出场 至中央山脉附近进行测试 由于云层较薄 空气密度小 声音传播速度快 才会引起民众恐慌 发出震恶欲聋的声响 记者留级交 李亭希花莲采访报道 单单一间科技公司的员工 指控老板欠薪水上百万 竟然还脱产之后 还捐钱去盖庙 让他非常气不过 这名三宝爸 他说他被欠了三十五万的薪水 但是三次调解 老板就是不还钱 他趁着庙会冲到了现场 直接用人肉挡车 希望能够讨债 但是老板却完全不甩 他开车离开 三宝爸悲愤怒吼 老板没良心 他的孩子已经没有奶粉钱 你让他走啦 他不会给你钱 一挡住他也没用 三宝爸手拿海报 赚在老板的进口车 后方人肉挡车 追讨基欠的薪水 我脚麻 我家脚痛 我没办法动 你们都保护坏人吗 我可以 你不能保护 你不能保护 远警大声驱离 老板则是躲在车上 三宝爸走到马路 二度挡车 我要我的小孩 我小孩要捡 我没有钱买奶粉 边说边后队逮到机会 百米冲刺第三度人肉挡车 我问他怎么办 我问他找了议员 找了委员 没有人帮我 因为我做法力 我觉得闹得大家都吃到 我看谁可以帮帮我 被远警拉开 三宝爸委屈全写在脸上 因为在台南科技公司上班 控诉被老板 机械35万元薪水和奖金 还三度跳票 只付了一万三千元 前阵子家里还被诈遍七十万 辛酸又悲愤 不只三宝爸被欠薪 其他还有亲密员工 加总一百零八万元 最高一人五十万 法院强制执行拨款 却发现老板疑似脱产 却有钱来盖庙 来申请调解 调解都有成立 科技公司机械员工薪水 老板一次脱产 却砸重金盖庙办庙会 三宝爸气不过来大闹 但老板却毫不在意 开进口名车离开 处境对比之下 何其讽刺 站在骑楼下可以划手机吗 新北市有一对男女 他们行进土城一处 社区骑楼停下来聊天时 划划手机 这时候有住户竟然冲出来 把他们给驱离 表示社区的骑楼 只能够通行 不能够驻足 认为划手机就是在挡路 双方爆发口角 中年妇人与年轻男女 大丑没完 驱赶对方还报警 禁止因为站在骑楼 划手机 认为骑楼是给人通行 就不能站着不动 阿姨抽生气 坚持划手机 就是挡路 阿姨这边是开放区域 除非她有做什么违法行为 她没有做违法行为 她挖手机 妨碍人家出行 袁靖好说 待说结识半天 但阿姨就是不肯接受 我只是劝导一下说 请勿在这边划手机 她就喧嚣了 我们是住善寺 这里是我们社区私有的基地 不是公 中华民国所有的人 都可以来这边堕留的 楼上那个小姐 比较会管这种事情 不管公园还是附近 她看得到 她都会讲 其他住户看来相当无奈 事发就在新北土城 丽人街这处社区 棋楼空间宽敞 但柱子上却贴出公告 强调棋楼进攻通行 不能驻足逗留 不过根据法规 棋楼确实得提供一般民众使用 开放空间的申请 当初已经有容积奖 基本上是不可以 对于大众的使用上面 有一定程度的干扰 请棋楼驻足 花个手机 民众大概怎么也想不到 会被莫名驱赶 英报九分 记者李晴 黄玉兰新闻时报道 台湾民主基金会 预计三月改组 董事长以往立 是由立法院长出任 不过却有民进党立委 出来喊对韩国瑜当董事长 有疑虑 来营炮轰 外交部每年补助 民主基金会 1.5亿的巨款 而民进党 根本是已经拿来当成是自家的党产 以及政治酬庸的小禁虎 成立超过二十年的台湾民主基金会 照慣例由立法院长当董事长 现在竟有律委说 对韩国瑜当董事长有疑虑 民主基金会2003年成立 外交部每年补助1.5亿元 三分之一约5000万补助政党 三分之二拿来国内外民主人权活动 推动国际合作 过去导致围倒军演的裴洛西 就是被民主基金会邀来的 如今律委喊说有疑虑 在党炮轰 民进党难道把民主基金会当党产 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 不管你是邀请外兵 国会的外交访问 都是由民主基金会出钱 民进党用这个东西 哇 好多好多好多小金库 大金库 中金库 小金库 他们就通通拿来做政治酬优 这些预算你看可以养人 还可以用来搞很多事情 丢了一个立法院之后 就舍不得会痛 吃相难堪 民主基金会更曾被踢爆 民进党执政时期 对想想论坛前 英文主编补助至少四次 主编的太太 当时就是基金会副执行长 等于妻子补助丈夫 完全利益不回避 民进党一直把中华民国的资产 看成是自己的党产 现在去看一下民主基金会的 董事名单里 增加了很多莫名其妙 为了这个当然董事 六七的访台不就从这里搞出来的吗 变成民进党的私人的金库 搞东联西的 就把他毁掉算了 那是一个盲场 大家在那里分账的功绩而已 民进党有人狂灭火 说没有卡韩国瑜当董事长 但看到民主基金会每年上亿巨快 不知民进党是不是真的舍不得 这口中的大肥羊 大陆渔船吩咐引发两岸紧张 双方代表第九度协商 有清律的周刊爆料 检方采证到了明显的壮痕 朝向过失致死罪侦办 专家透露国军都有存取雷达图 只要去查就能够判断 到底是谁撞谁 大陆渔船反复案 双方展开第九次协商 传出协商已经有曙光 但大陆四艘海警船 闯进我限制水域宣示主权 让两岸关系更加紧绷 清律周刊大爆料 检方采证时 发现大陆快艇有明显撞痕 征讯时双方都说确实有碰撞 大陆渔工更一口咬定 他们的快艇急转弯也不会翻船 是遭到台湾海巡艇冲撞才会翻覆 全案朝过失致死罪侦办 这是不是代表我方有肇事责任 是不是就是我们去撞他们的船 绝对不是的 因为是过失嘛 就表示不是故意嘛 最后会不会造成过失致死 还是要侦查 你不碰撞很难反复了 你船上的创技痕迹很清楚 那你怎么赖呢 设选何种罪名均无预设立场 如果最后真的是过失致死的话 我觉得还要查 管贝林的态度太奇怪了嘛 因为你作为一个主管 是不是下了政治命令 让第一线的海巡弟兄做了不当的执法 海巡署说事发当下没有密录器 但专家透露 谁撞谁 军方有雷达航机图一摊开来 就能见证章 飞机也可以用飞机的航机图 来判断敌人飞机的状况 飞机总比船要开得快 所以海上的航机图不是不能判断 看它当时的速度跟向量 当然可以判断 很多事情政府捂着盖子不愿意讲 雷达的画面全部都已经交给检方 请大家放心 在此时此刻你还要等法官 来化解这样的一些矛盾跟误会 显然民进党不是不能公布雷达图 而是不敢公布雷达图 两岸重大争议 执政者推说侦查不公开 但当立委及百姓无从掌握监督 绿媒却连笔录内容全都凉弱指掌 是侦查不能说还是真相不能讲 终将有答案 记者张肉慈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金门采访报道 язы中国兰采访镇